會把那個上課錄影起來 所以如果你擔心假如有些地方聽不太懂 回去自己再看一下影片 我會把它放YouTube上面 你自己再看 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在YouTube上面留言 提問都沒關係 OK 可以互動 那你也不要擔心學不會來 最怕是你回去不願意花時間 因為說真的 這東西很花時間 你看兩下下做出來 但問題背後 懂跟不懂 因為我不確定說 每個同學是不是說都有這方面的素養 如果你有這方面素養很快 但是如果沒有 那你可能就是要花更多的時間 去培養這個素養 OK 那早期的話就是會不會用電腦的素養 再來可能有網路出現的話 可能就是網路的素養 那用手機出現的話 就智慧型裝置的素養 那因為現在的話 那慢慢就大數據啦 AI 有沒有 像現在GPT其實太夯了 那為什麼這些東西出現 主要原因還是希望能夠很快的 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因為Google其實好用是好用 但是搜尋結果 常常你就要找半天 倒不如你給我一個比較正確的答案 不要讓我在那邊拆半天 當然去RGBT不見得一定是最好的答案 可是我覺得比起Google的答案 Google給你東西 我覺得相對的 會更加的接近你要的答案 那所以呢 理論上在期中考之前吧 我們主軸 我前面講過 基本上就是了解那個ESEL裡面的函數 OK 那函數的話怎麼分類 至少如果你要分類的話 至少有九類啦 OK 那當然九類太多了 所以我把它蓋瓜成五類啦 那所以第一類的話就是文字與資料相關的函數 就是所以你遇到什麼樣的文字 那怎麼樣去解決那樣的問題 那其次的話就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因為現在慢慢因為大數據 大數據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前提一定是大啦 那多少才叫大 一般的理解是這樣 人工無法處理的資料量就叫大 那多大 這其實你覺得很重複性很高 那你就不要用這個 就是一定就是所謂的Big Data 那當然另外的話 資料很多是數據 可能有數字 可能有文字 OK等等的型態 那如果說你看那個一堆的數字 你可能沒辦法看出重點 但是如果你要能夠快速理解 最好還是畫個圖 所以現在有一種所謂的資料的圖像畫 有沒有把那個Data 馬上畫一個折線圖 你就知道哪個時間點 它的資料的高低起伏 比如說物價很高 有沒有 你可以去下載政府的那個 主機處的那個開放資料 它給你Data 可是問題 你看Data你會看 這怎麼 你就直接畫個圖有沒有 畫個折線圖 比如說去年的物價多少 那今年的物價多少 兩個相比較不就有答案了嗎 當然最好是畫個圖 但問題要怎麼樣快速畫圖 這個部分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還是用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 E-Sale不會函數 樞紐分析表 不要說你會用E-Sale 其實你只是會開E-Sale而已 你怎麼會用 OK 所以 那至於函數有多少個 用哪些函數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這個後面我們會陸陸續續 針對範例裡面 所產生的問題 找出比較好的答案 OK 至於說 函數怎麼用 我想我們在 從座中學吧 另外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怎麼用 也是後面衍生 那這些也許 原則上還沒有寫到程式 所以比較難的也許就是 聚集跟VBA 那這兩者 也許我們漸進的 因為程式部分說真的 相較於函數又更困難 主要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你要寫的程式的 這個什麼 這個量 越來越多 第二個的話 程式有一個很大很大 要注意的點 就是說 你一個字都不能寫錯 也就是說 你每個地方 一定要是完完全了解 所以我們今天接下來看 那就是函數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 先把那個列席檔打開 所以請各位 一樣 去雲端上下載那個 雲端這邊有沒有 剛剛那個網址 然後進來的話 有個範例檔 你把它下載 DIP下載解壓縮 然後解出來之後 找到第一個範例 這個應該是有沒有 我把它分類 其實我主要是分成 函數類分五類 一個樞紐分析表的範例題 OK 然後 第一個練習題裡面的第一個 文字與資料函數的範例 你打開來之後的話 那它的綜合練習就是這一 其實上個禮拜講 就是 我要的結果是要把手機 這些 這三個資料 變成一個完整的手機號 那它規則一定是09開頭 當然不是要突然看到09 用打的 11 一槓 那沒有三碼 不足三碼要補0 所以84少一個0 所以084 補一個0 然後後面的話 7少兩個0 所以補兩個0 007 OK 那當然底下如果說幾萬個會員 應該像會員系統一定都是幾萬幾十萬上百萬 所以如果你假設每天這樣慢慢Key有沒有 那你Key到下方也Key不完 但是如果你會用函數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很快 大概不到一分鐘 那前提是你要能夠把公式打在這個上方 這個叫資料編輯列 OK 那資料編輯列裡面除了可以用串接符號之外 也可以插入函數 OK 那怎麼樣用一個函數解決問題 那裡面當然這邊有提示用and的符號串接 那這個and的符號是把兩個文字串在一起 OK 然後rept的話就是一個repeater repeater幾個0的意思 然後len的話是看裡面有幾個字 也就是說裡面一定要有三個字 那如果用len得到的結果這邊兩個字 那所以減掉兩個字的話呢 那得到幾個字 一個字 所以意思就是補一個0的意思 那這個是一個大概我們想到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不會用的話 你可以這樣 你可以在旁邊練習一下 比如說我想知道這裡面有幾個字 你可以在i4的儲存格點一下 插入一個叫len len的話因為它隸屬於文字類 所以你點一下文字 找一個什麼len這邊就有了 那這個len顧名思義 就是幫你算一下 某一個儲存格裡面到底有幾個字 所以你就跟它講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說你的那個儲存格的位置 或者是文字的位置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你給它之後它幫你算完 裡面有幾個字 有一個字 有兩個字 有沒有 兩個字 所以它得到了這2 意思就告訴你說 這裡面有兩個字 那就8跟4兩個字 那問題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怎麼知道要補幾個 補幾個0 那你其實可以在前面加一個3 3減掉有沒有 3減到2打勾啦 那就一個 那再結合repeat 其實就可以 那如果我要補一個0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再把這個公式 再把它減下來 那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重複幾個0的話 那你可以再把它減下來 OK 然後再插入 我習慣是把那個公式 再放到公式裡面 所以3減掉len瓜糊 裡面就是找到G3 應該G4 然後再插入 重複幾個0的話 我們可以找到rept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找rept這個函數 那一樣是在哪一個類呢 就是文字類有沒有 插入函數 我的習慣是找到文字類 然後找rept 按確定 那這個rept函數 基本上就是重複什麼字幾次 所以這個是什麼字 我要重複0 那特別注意 如果你輸入0的話 如果是文字的話呢 請記得前後一定要有雙引號 因為在Excel裡面 如果你沒有加前後雙引號的話 它就看成是一個數字 如果前後雙引號就是文字 其實差別 你說老師 那不是看起來都一樣嗎 對 我們看起來一樣 但是電腦看起來 是不一樣的東西 文字跟數字是不同的 只有數字才能運算 那文字的話呢 除非你轉成數字 否則無法運算 這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因為我要重複什麼字 它跟你講什麼字 所以如果你要把函數學好 可能還要看懂前面這個 這個叫 這個就是你要給我的參數 的一個 它提示 但是 Excel其實我覺得這點做得不好 因為它前面的那個參數的名稱 給的訊息 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而且那個英文又不是很一般的英文 所以可能你們慢慢要習慣 你要看懂它到底給你什麼訊息 那你要自己翻譯 不過我覺得這邊應該如果它中文版 應該把這個方形成中文吧 甚至它旁邊還可以給一個提示的話 你會比較容易 不過如果沒有 因為這個 這個版本 從那個30年前的版本到現在其實都長差不多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大概習慣一下 反正你看它test就文字 那幾次的話 就把剛剛的公式貼過來 就是一個0 所以你可以把它加上什麼 3-LENG4 一個0 那你會發現這個什麼意思呢 幫我重複0這個字 重複一次的意思 Number Time是幾次 一定是一個數字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數字 前後沒有算一次 所以你會有一個0產生 按確定 有沒有 就一個0 那你想說老師 那我要怎麼變成084 那很簡單嘛 你就在後面再串接 end什麼 84不就好了 84其實就是這個G4的儲存格 打個勾有沒有 你會看到084就出來了 然後向右填滿的話 它會照同樣的方法 做它右邊儲存格的事情 所以向右填滿 你會發現 拉過來 007就出來了 那底下如果全部要做的話 就向下填滿 有沒有 它就全部都OK了 欸 這樣好像已經越來越接近了 那我們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跟這個串在一起 然後跟0911串 那這個電話號碼不就OK了嗎 所以也許請各位先試試看吧 因為這個等於是最最最從兩個函數 所以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所以你們可以先在那個 I4這個儲存格先練習看看 然後呢 主要是先用L1N OK 然後算這個儲存格裡面有幾個字 得到是2嘛 兩個字 所以用3去減 3減掉1的話 3減掉2那就一個字 那這個再用repeat的函數是 重複幾個0的意思 我要重複一個0 那重複一個0 它幫你輸出一個0 那在後面再串接一個G4 那就是變084 所以得到的結果呢 如果你把它打勾的話 它就會得到是084 OK 然後如果你向右填滿 有沒有 向右拉 它會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007就出來 你就不用重做啦 那如果你下面都一樣的話 你就可以在 它這個 你拖拉到右邊之後的話 這邊有一個空點 你也可以怎麼樣 像我剛剛底下沒有的 你可以快點兩下 快點兩下就是上下拉 整個全部通通幫你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已經有裡面厲害的地方 你只要給一個公式 其他如果一樣的 它會自己幫你完成 但是現在好像還沒結束啦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好像還沒有 做出我們要的結果嘛 所以請各位先第一步 那第二步就是 直接把這個公式跟這個公式 直接放在這邊來 讓它可以怎麼樣 直接就是一個完整的公式 把一件事情給全部完成 請各位先試試看吧 那當然如果你這個 REPD LEM不太熟悉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切到前面練習看看 這前面其實也有一些相關的範例 那解答的話呢 你可以參考 就是在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一樣 講義的部分都在雲端 比如說你要看這個答案的話 雲端白板裡面的第一個單元 裡面的第一個單元 這邊就有解答了 打開來的話這邊就有REPD 比如說第一個範例裡面的答案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範例的答案是什麼 這邊其實也有啦 那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我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綜合練習裡面 I的這個地方先完成 給這個公式 就好 好 很舒服 好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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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